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六月是同志骄傲月各地举行相关活动 美国旧金山举办盛大的同志游行 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挥舞彩虹旗帜 现身在车队当中 而在纽约登场的同志大游行 台湾队则是连续六届热情参与 纽约市骄傲游行 台湾队伍今年约有80人参加 没有花车参与者全程徒步 以台湾字母排列的彩虹气球 手中挥舞伯旗和各式彩虹旗帜 随扩音器播放的台湾流行音乐摇摆身躯 受夹道民众热烈欢迎 台湾队伍主策划人许伯成 在游行途中 骄傲宣扬台湾是亚洲首个 也是唯一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我们现在有看到更多热心的民众 他愿意站出来来这个主持 我们的侨胞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们可以让这个效益能扩散 让更多人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每年就会有台湾的队伍 在我们纽约的这个大型 有几百万人所观看的游行中 来发声来出现 媒体人李浩翔全程站在队伍前方 高举彩虹配色的台湾骄傲旗帜 他期盼旅美与台裔LGBT社群 仇舍非盈利组织 进而成为台湾每年报名参加 纽约市骄傲游行的团体 有一群人正在筹办 就是说要在从纽约开始 筹办一个non-profit 就是非盈利的组织 然后让从台湾来 或者是在美国出称的台湾人的 LGBTQ plus的这样的族群 可以有一个空间 可以让大家分享彼此的经验 特别的是台湾队伍中 出现非益面孔 31岁音乐家艾德 他表示首次参加纽约市骄傲游行 就跟随台湾队伍觉得充满意义 也期待有朝一日造访台湾 对 我感觉非常骄傲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跟我的台湾朋友们 我的同志朋友们在一起同意 一起代表我们自己的小傲 代表我们的国家 代表我们的爱 镜头来到旧金山同志大游行 今年迈入第53届 200多个团体盛装打扮 在重机骑士开道下揭开游行序幕 队伍沿着市场街 往终点市民广场方向前进 大批评众在街道两侧欢呼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挥舞着彩虹旗 与联邦众议员谢安达 同车现身队伍中力挺平权 游行之外 主办单位也在市民广场 设置纪念品 饮食 游戏等摊位 我国驻旧金山办事处 今年首度设置摊位 推出夜市弹珠擂台赛 和兔年小提灯折纸比赛 吸引长长人龙排队体验 旧金山市议员英嘉丽 和来自台湾的伴侣许总云 我们可以订阅我们的婚姻在台北 我每次去台湾 我一直都感到很欢迎 在家里 很尊重 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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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我正在在高兴 我非常愿意 认识地认识地 我认识地生在台北 两个地方都很移动 我非常愿意 今年旧金山同志大游行 吸引近百万人参加 由于全美有超过五百项 限制LGBTQ族群权力的法案 在各地酝酿 主办单位表示 官员和民众不仅是用 大游行来庆祝骄傲乐 更是用行动表达抗议 展现对平权的支持 中央社记者尹俊杰张新瑜 综合报道 电动车市场越来越夯 充电技术大受讨论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拥有的自家充电规格 现在获得许多大厂青睐 未来充电站市场 会不会被垄断 引发讨论 电动车越来越夯 充电规格更是热门话题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拥有的 自家充电标规NACS 获得越来越多汽车大厂青睐 包括美国通用和福特汽车等大厂 都纷纷加入特斯拉充电网络 这当中包含许多成本考量 不过NACS与现有的 美国标准CCS不同 其他车厂恐怕最后 必须被迫选边站 汽车大厂纷纷加入 特斯拉的快充行列 也让特斯拉近期股价不断飙涨 其他部分美国充电基础建设业者 倍感威胁 未来充电站市场会不会被垄断 也是讨论话题之一 目前使用美国标准充电的 南韩现代汽车 也正考虑加入这个行列 但考量到当前 特斯拉的快充效率 无法发挥现代汽车的潜能 因此这件事情还在观望 不过特斯拉正着手升级充电系统 准备提高快充效率 短期内市场上能否出现 比它更稳定的充电系统 恐怕是个问号 中央社综合报道 台湾的湾声乐团 疫情后首度来到美国巡演 来到矽谷大城圣和熙登台演出 在音乐总监李哲义的带领下 是五位团愿以古典乐的形式 带领台下观众欣赏来自宝岛的 优美乐曲 万圣乐团音乐总监李哲义 率领15位团员 远赴盛和熙 蒙哥玛丽剧院登台演出 这是疫情后 万圣乐团首次赴美巡演 以古典乐形式 将饶富台湾多元民族元素的乐曲 带给更多听众 我们有很多音乐的重新改编 也把台湾的音乐跟美国 或世界音乐的风格 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在欣赏这些音乐的时候 其实没有任何的国界上面的分别 反而是大家都可以很融洽的 一起欣赏这些美好的音乐 现场观众除了旅居美国的台桥 也有许多科技人士 宣装出席 宏基共同创办人 现为湾身国际副董事长黄绍华 一起40年前 台湾电脑外销国际市场 却遭遇挑战的情景 也希望台湾人能持续努力 让美好的音乐被世界看见 负责这次湾身乐团 赴美巡演的策划顾问 郑前驰指出 湾身乐团最迷人之处 就是把台湾音乐古典化 提升音乐层次 引起台潮共鸣 其实所有听过湾身乐团的人 都非常的想念 或非常的开心 或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音乐 这就是湾身乐团 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 湾身乐团 透过音乐艺术 连结台湾与世界各地 如此充满台湾味的古典音乐 也在这套巡演 获得广大回响 中央社姐张鲸鱼 就近山道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记得下来 我记得下来 请不吝点赞 给大家看